大家好,我是本大师,欢迎收看本期的大伙观战 来观战呀 呦,这一把好看了 遇到的是纪录员 然后我们观战的是巴师傅的慈安将 这边皮皮虾的勘探 魅克的杂技 这边是三岁的佣兵 这堪称一把 IVR全明星啊 那些年轻小伙儿组在一起 我感觉这局有的打 因为这刀这种还蛮能打的,你别说 就勘探员 杂技 这两个点 你说真的前期如果遛的比较好的话 有的打 有打架的空间 而且这个阵容比较的灵活 你看探员这边 如果说前期能够遛的好一点 真的 这个局有一个 非常 好看的中期 因为我们知道巴师傅他的慈安家 是一个打架型的慈安家 他不太喜欢修机 或者说他第一台机子修完以后 这边金身点 那第一刀虽然说是有了 但 哎呦 飞轮 但是你看巴师傅第一台机子都没修完 来了来了 灯光师准备了 这边卡好口子 魅克这边的话动一动 魅克这边应该不太可能去帮忙 来这边的话应该不登了 这边应该不登了吧 好直接照 直接照的话沉默里 帮忙扛一手 好的直接照下 巴师傅这个慈安家 真的感觉当个空军用的那种感觉 继续照 锁头锁头锁头 好再次照下 好这就是因为对于他的这个慈安家 我是看过很多次了 就感觉这道阵容 一旦他的慈安家动起来 特别是前期这边金身比调了 确实 我感觉 这个记录员 要良 这个记录员走远了 真的 后续这边看待员再续出一块磁碟 你这边压根又不了技能 这边压根又不了技能 动不动就沉默 你根本记录不了人 这波有点帅 这波 这一波是一个背身回旋蓄力刀 刀器打中了 这个我是没想到的 这个我是没想到的 毕竟看待员手里有子铁 然后当时那个身位的话 确实是个极限距离 但也还行吧 说实话这个击倒时间 对吧 用冰过来救一波人 你看看外面的密码机 两台机在这慈安家待会还能打架呢 这看待员待会还能打呢 对不对 有的打 有的打 这看待员手里面待会相当于两块子铁 你这边封一封 只要慈安家待会来打架 我觉得这个局就有机会 当然这边的话 记录员金生是好 但这个金生我觉得大概率 被勘探员就要消耗掉 后面慈安家如果说这边 能够帮忙保处 或者说这一波先把金生给逼了 好像逼不了 这波金生逼不了的话 那 刚才好像欠考虑了一点 就是 没有想到这边看待员没有发挥的空间 因为这波下去救人 确实是看待员想要操作起来 你操作起来也在地压室 操作起来也在地压室 这边的话 稍微照一照 也就这么回事吧 能怎么样呢 对不对 不可能必输精神的呀 人挂上 再来就一波 机子是不够的 傭兵这边应该是去补妹克的机子 打这样的能打 完全能打 但是 记录员也不怕你打呀 我手里有一个金生 手里有个金生 这个金生对于球者来讲 就很难去操作起来了 要帮帮扛刀什么的 一刀没打中 来这边看扛刀 一定要扛 死扛 看来手里两块磁铁 他得这一波 先逼出这个金生 用磁铁 扛一刀 用磁铁先逼出金生 然后 子安家这边机子修完以后 过来搞劲 看扛员手里面 应该还有一个飞轮 这个飞轮 再加上手里三块磁铁 可能性还是有 但是呢 记录员可以干嘛 他可以切闪 记录员可以切个闪 封住机子以后 他这边切闪 磁铁号也好 一旦有身位了以后 直接切闪 金生顶也行嘛 金生顶的话 这边扛不到 没有 飞轮好的 来来来来 弹开 nice 这样的话 应该就有机会了 这样的话呢 先帮忙扛 先帮忙扛 好的 两个保镖 来镜头给到资亚家 身位稍微拉开 这边可能电筒就走起来了 这边想卡住没卡 呃 看来这边应该是要吃刀的 飞轮过来扛刀 漂亮 打中的是杂技 那这边无限照了 无限照了 这波先把你照晕 用磁铁的机子差多少 还差百分之五十 游逼这边这机子 其实差的还有多 但是因为勘探员 这边的身位 已经跟 剑管者拉开了 所以说 咱家这边保险 就比较舒服 记录一手 看他 封了个窗 哎 这个风窗妙啊 这个风窗妙啊 这个风窗 把这两兄弟 隔开了 我天 其实一袋机子 照瞎了 再补一个灯 呃 八十的机子 机子这边能不能点开 因为这边 人挂上以后 如果再去封 傭兵的机子 可能有一点点机会 封 那傭兵这边得拉走 得拉走 得拉走 慢慢打吧 穷人这边的话 我觉得甚至可以 翻个箱子什么的 对 道具慢慢补起来 道具慢慢补起来 傭兵这边 吃刀也无所谓啊 吃刀也得 咱家就一波 这边砸机慢慢溜过去 把这机子点开也行 这边的话 穷人是已经准备过来 抢机子了 但对于纪录连来讲呢 他这边如果说 能够压住这台机子的话 他可以再进行消耗 纪录员带的是 封串还是底牌啊 我刚刚看他 好像是精神精到底的那种 那怪不得我刚刚想说 他切个闪现 其实会更好 应该是没有闪现 应该是没有底牌的 应该是没有底牌的 现在纪录员带 底牌的还真不多 因为他前期这个踹板子 对于这踹板子的 那个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外面的话 重新补一台机子 用兵这边压着 可以可以可以 纪录员的话这边慢慢消耗 把这边的道具全部消耗完 由于外面在重新起机子 所以纪录员这里就挺头疼的 他压根压不住这两台机子 所以说这边穷者两边 如果说都不好位置的话 机子应该是一定能点开的 但这只能点开的 由于穷者这边被消耗的 也比较的残了 东西的也比较少了 所以说 应该也不太可能 打成一个多跑了 就如果说这边道具有多一点的话 我觉得还行 这边的话 杂技翻出了一个护壁 因为这边是可以封一手杂技的门的 这三家翻出了一个护壁 因为这边门被封住的话 这个单护壁的三家 其实是 不足以支撑他溜起来的 傭兵那边点门 那这样的话先挂上 封傭兵的门 好的 慢慢的看 还有机会 杂技这边得压着 杂技这边得压着 傭兵这里的话 过来准备救人吗 这可是个白板傭兵啊 傭兵要过来给压力 杂技这个门 我想你点不掉啊 慢慢封好了呀 这个门 真的想点掉 感觉得好一会儿呢 暂停破译 我去救人 他这边是 用傭兵的一个注意力 换取你 开门的一个时间 傭兵这边给到压力 然后换取你开门的时间 救下来以后 杂技有一个护壁 杂技护壁 一跳走门 傭兵这边吃一刀 以后跳地窖 似乎是 有三人 开门站三跑的可能性 真的 这个局真的有机会 那打个正舍嘛 三杀 对吧 捞下来 打一刀 好的 这边三家跳开 傭兵走 三家这边准备跳地窖 门开了没有 我们看一下 门是开了 门是开了 傭兵这边能走 傭兵这边能走 船送过来 想要来管着傭兵 这波传送 傭兵这边倒地 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挽牛快要结束了 待会杂技来捞 捞完以后 这傭兵也是扛一刀的 然后三家这边可以翻箱子 他先点门嘛 点门也行 三家这边可以翻箱子 他如果翻根针的话 这把就有机会了 傭兵爬吧 对吧 我爬门 你挂不挂我 你挂我 我这边队友就一波的话 是有得走的 因为咱们杂技 手里两颗球呢 所以这边的话挂人 你就挂在这边附近 我觉得是不够的 他得挂远了 对挂到哪里 挂这边 这张椅子 好笑 得看要不要 如果无伤就有人 帮忙扛一刀 我觉得傭兵能走 救下来 这边的话 打一刀 打中的是傭兵 记录一下自己的攻击 然后想用攻击 把这个傭兵给带了 这个距离 傭兵 躲 往前走 好像 摸头 摸头 哎 走了 走的话 三家这边可以跳地窖的 他摸一根针 把自己扎麦以后跳地窖 最终是完成了一个三跑 这一把的话呢 这个只能说就是 这些穷者的配置太高了 因为我们上来就给大家讲了 这是一个 相当于职业全明星 这样一个配置 这种三人开不在山跑 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学的 风险比较高 但是打出来的话 确实非常精彩 好的 本期视频到这边 给大家帮忙下期 拜拜